在台湾,蔡英文周四出席在政治大学所举办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也出席与会 蔡英文特别点出,近几年东南亚快速崛起 全球都有向亚洲再平衡的趋势 台湾必须应应这些变化 蔡英文说 这些变化与挑战使得台湾需要重新定位自身在亚洲发展中的角色 以促进我国以及整个区域的利益 这也是我们推行新南向政策的动力 而与会中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萧新皇 也肯定蔡英文继续推动新南向政策 萧新皇曾经横跨李登辉执政后期和陈水扁时代的国策顾问 李登辉曾经在演说中把国民党定位成外来政权 希望这一代新台湾人能建立台湾主体性之道 就是引用萧新皇的著作 台湾典范转移的过程成果和挑战 萧新皇认为 只要有预算、有人、有决心 不用管中国大陆新南向政策 台湾一定行得通 跟中国谈两岸 谈东南向 不过新南向命运多产 一开始隶属总统府却只有光感办公室主任黄志芳 后来因为助行代表酒驾出包 黄志芳临位受命 随后蔡英文定调新南向办公室与经济部经贸谈判代表办公室整合 提升位阶直属新政院 新南向的关键不止在两岸关系 预算只占全年度0.2%左右 能发挥多少作用外界相当好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任何不允认 匿允难向根本文